机器人是具有一定智能的机器,它能模仿人的视觉、听觉、触觉来做各种事情,因而被人们称为千里眼、顺风耳、飞毛腿和铁胳膊。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,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、农业、国防、科学研究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在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 世界上最早的机器人是1961年由美国人研制成功的,此后各种类型、各种功能的机器人在世界各地迅速成长起来,并且向着多功能、智能化方向发展,以它特殊的身份和能力为人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。 在太空,机器人宇航员作为人类航天活动的探险者,第一个登上了月球,掀开了人类航天史上新的一页,继而又飞上火星,打破了火星人存在的神话。 从此,机器人在太空大显身手创造了一个个新的奇迹。 在海洋,机器人神通广大,成为人类开发海洋的生力军。 在工厂,机器人有着极为广阔的用武之地,到处都有他们勤劳的身影。 在农村,机器人种庄稼,造田地,剪羊毛,摘橘子,无所不能,成为第一代的铁农民。 目前,机器人已经走向社会,加入人群。 他们智慧高超,机灵精巧,能说会道,能歌善舞。 有的成为书画大师,体育超人,家庭帮手。 有的成为医学博士,手术专家,护士小姐。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,我们有理由相信, 未来的机器人将更加神奇,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神奇的机器人 机器人是具有一定智能的机器。 它能模仿人的视觉、听觉、触觉来做各种事情, 因而被人们称为千里眼、顺风耳、飞毛腿和铁胳膊。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, 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、农业、国防、科学研究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 在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 世界上最早的机器人是1961年由美国人研制成功的。 此后,各种类型、各种功能的机器人在世界各地迅速成长起来, 并且向着多功能、智能化方向发展, 以它特殊的身份和能力,为人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。 在太空,机器人宇航员作为人类航天活动的探险者, 第一个登上了月球,掀开了人类航天史上新的一页, 继而又飞上火星,打破了火星人存在的神话。 从此,机器人在太空大显身手,创造了一个个新的奇迹。 在海洋,机器人神通广大,成为人类开发海洋的生力军。 在工厂,机器人有着极为广阔的用武之地, 到处都有他们勤劳的身影。 在农村,机器人种庄稼、造田地、剪羊毛、摘橘子, 无所不能,成为第一代的铁农民。 目前,机器人已经走向社会加入人群。 他们智慧高超,机灵精巧,能说会道,能歌善舞。 有的成为书画大师,体育超人,家庭帮手。 有的成为医学博士,手术专家,护士小姐。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,我们有理由相信, 未来的机器人将更加神奇,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祝是否触。 触决,接触,感触,触摸。 作词,接触。 触摸,解,解,解决。 铁 特冶铁 铁路 铁门 钢铁 鸽 鸽啊鸽 鸽脖 鸽 鸽脖 鸽 鸽式 鸽 鸽我鸽 鸽脖 鸽脖 鸽我鸽 鸽脖 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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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心形、训、西韵训。 训速、训洁、训猛、份、佛恩份。 身份、月份、年份、份、身份、分、分飞、摩、摩我摩。 摩面、摩擦、摩刀。 掀、西韵掀。 掀开、掀起。 存、刺文存。 保存、存钱、生存。 厂、吃昂厂。 工厂、厂长、厂房。 厂、工厂。 广、广阔。 武、武。 武器、武力、武术、武打。 武、武术、式、样式。 驾、积压驾。 装甲。 橘、基于橘。 。 橘子。 扇。 施暗扇。 善良。 改善。 完善。 善。 善良。 喜。 喜欢。 具有。 我们班的足球队具有与强队抗衡的能力。 这件衣服具有民族特色。 这首曲子具有中国北方民乐的风格。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。 模仿。 他能模仿各种鸟叫。 小孩子总爱模仿大人的动作。 婴儿。 他没努力学习, 婴儿考得很差。 他的体质很差, 婴儿总是得病。 黄山风景秀美一人, 婴儿成了旅游圣地。 因为有集市, 所以我不能去。 发展。 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。 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很迅速。 这几年中国农村发展得很快。 我们的社团发展了六个新人。 应用。 信息技术正被应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。 这种方法应用得最为普遍。 日常。 计算机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方便。 他去超市买一些日常用品, 一会儿就回来。 发挥。 大学生们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他在这次比赛中发挥得很出色。 别看这些机器已经旧了, 以前可发挥过很大作用。 他这样说完全是借题发挥。 作用。 与大众的力量相比, 个人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。 班长要在班级工作中发挥作用。 希望你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老师刚才说的话是有指导作用的。 力作用在物体上,使物体运动。 迅速。 这几年城市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。 它的动作很迅速。 能力。 这几年它的中文绘画能力提高得很快。 我们有能力战胜自然灾害。 存在。 那座建筑早已不存在了。 我们还存在不少缺点, 希望你们批评指正。 广阔。 广阔的内蒙古大草原十分美丽。 站在这里视野更广阔。 医学。 专家们正在开展一项新的医学研究。 他爸爸是一位医学博士。 专家。 专家预测这种病不久就能被治好。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。 理由。 他申请转学的理由很充分。 你没有理由骗我。 未来。 未来的生活将更加美好。 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。 未来四十八小时内我省将有大雨。 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。 机器人能模仿人的视觉、听觉来做各种事情。 因而被人们称为千里眼、顺风耳。 将水静急了。 因而我们感觉不到船在移动。 姑父是艺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。 因而演唱这首歌最拿手。 最早的机器人是由美国研制成功的。 那座建筑是由一位华人设计出来的。 这次比赛是由三个国家一起举办的。 爸爸,你知道最早的机器人是什么时候研制出来的吗? 当然知道。 是1961年由美国人研制成功的。 那为什么叫机器人呢? 因为它能模仿人来做各种事情。 模仿人? 对啊。 它可以模仿人做各种事情, 而且还为人类立了不少大功呢。 什么大功啊? 第一个登上月球探险的就是机器人宇航员。 机器人登上了月球? 不错。 机器人还飞上了火星, 打破了火星人存在的神话。 机器人真是神通广大呀。 机器人不但能上太空, 还能下海开发海洋呢。 啊! 机器人既能上天, 又能入海。 真了不起。 他们还会种庄稼, 造田地, 植树林, 剪羊毛呢。 可真是无所不能呀。 现在, 机器人有的成为了书画大师, 体育超人, 家庭帮手, 有的成为了医学博士, 手术专家。 机器人可真神奇呀。 是啊, 以后机器人的作用会更大。 将来我长大了, 也要去研制机器人。 好呀, 那我们就把你研制出来的那个机器人叫大卫。 怎么样? 好。 智能机器人。 新一代的机器人有智慧、 会思想, 还有视觉、 听觉和说话的能力。 这就是智能机器人。 现代智能机器人能在公司里走来走去, 迎送客人, 跟人打招呼, 并为客人挂取衣帽, 端送咖啡, 收发文件等。 动作灵活准确, 为办公自动化做出了贡献。 最近, 美国的机器人制造公司新开发出一种能担任警卫的机器人, 还有一种会替病人动手术的机器人。 警卫机器人身体内配有一台电脑, 每充一次电, 他就可以值班24小时。 只要将值班场所的有关资料输进机器人的电脑里, 他就会忠实地执行值班任务。 他在执勤的时候, 会四处走动并记录各种影像资料和数据。 如果碰到陌生人进入, 他就会马上发出警报。 如果发生火灾, 他还会赶往火灾现场救火。 根据实地测量计算, 他每完成8小时的值班工作, 大约要走上23公里的路。 他特别适宜在偏远的工厂值班。 会动手术的机器人是由美籍华人医生郭逸善发明的。 电脑专家和医学专家用这个机器人 为一名77岁的老妇人做脑部手术获得了成功。 这是机器人的新发展和医学史上的创举。 这项试验证明, 在外科手术方面, 机器人的手比人的手操作起来更安全、 更迅速、更准确。 警、 直、 末、 灾、 意、 智慧、 视觉、 直班、 忠实、 陌生、 警报。 猜谜 猜谜语 眼是千里眼, 耳是顺风耳, 瞳头铁脑袋, 干活不喊泪。 雷是个硬末袋。 雷是个硬末袋。 的意思是转过了。 但行为主动的创业, 前温已经没有在招待中期以后。 感谢观看